在以前我们说到冷战时期 美国跟俄罗斯之间互相的这种武器竞争之下 最后谁输了 俄罗斯输了 但是美国现在拥有庞大的军备之下 它每一年的国防预算越来越高 在这个时候它开始要裁了 裁了什么 现在决定的是要把A10攻击机给停飞了 这是否代表着说 现在过了后冷战之后 开始美国的预算逐渐下降 不过普丁的做法不一样 他又要重启核弹列车了 这也是否代表着俄罗斯的国防预算 开始逐渐升高了呢 好我们现在先来看这个A10 A10从1974年问世以来40年 然后A10是美国所有武器都可以卖 你唯独他不卖A10给任何国家 因为他太厉害了 他叫做空中坦克杀手 然后一架A10各位晓不晓得 可以1比30 一架A10可以打30辆战车 30辆战车 对 不得了耶 这样的话一个战车旅都被消灭掉一半了 对 还有一个 你要打A10是非常的困难 他们整个的机身的设计 各位看 它的进气口就在机密的上方 但是它的设计完全不符合飞行原理 但是它丑不丑是天底下最丑的飞机 最丑的飞机 没错 但是美国喜不喜欢它 喜欢它 喜欢得要命 如果不是国防预算 还有新型的攻击机 叫做蝎子攻击机问世的话 它可能它还要研绎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看A10 A10它厉害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各位看过 第一次波斯湾战争 第二次波斯湾战争 科索沃战争等这些战争 都有A10的踪影 还有利比亚 利比亚 进攻利比亚也是A10打头阵 那为什么是A10呢 因为所有的战机在沙漠地形作战 会发生一个 就是发动机会吸太多的沙子 因为在低空飞行的时候 沙漠当中有洋沙现象 就会进到进气口了 进气口 所以像阿帕西亚那些 往往都要加装什么 女人的什么丝袜 怕沙子进去 怕沙子进去 只有这个A10不用 A10在波斯湾的时候 144架各位晓不晓得 一个礼拜他干掉多少装甲车辆 多少车辆 4000 等一下 4100辆装甲车辆 4100辆 144架干掉4100辆 这战场效率真高 他除了战场效率高 还有A10只要出动的话 他那个整个的城镇村落站的时候 各位可以看 各位可以看 他打标堡 他打飞毛腿飞弹的发射台 然后他还有什么 他可以把你装在沙漠里面的坦克 全部都把它找了出来 所以也就是说 只要有一架这种飞机 你地面部队根本全面瓦解 还有A10它有一个特性 你看这样最违力这么的强大 各位看油株火炮 它是GNU8打坦克 叫做什么 快刀切奶油 为什么快刀切奶油 奶油一切的时候 因为它能发射平诱弹 当它发射平诱弹的时候 加上它的火神机炮 所以弄的伊拉克的战车 每一个人看到都怕它怕得要死 尤其它打平诱弹 一发那就可以了 也就是前面这一颗火炮 这个火神炮 火神炮还有平诱弹 但你注意 这个火神炮不得了 你看它的长度 这长度比一部机轨车还长 对比那个金龟车 除了比金龟车它还要长的话 它火力是非常非常的凶猛 好 这个一旦退役以后 普京就说既然你要退役的话 没有关系 我也要开始开展我的导弹列车 不过你注意这张照片 你看这架A10居然一个引擎被攻击摧毁之后 它还能顺利降落 还有机翼被打掉一半 在波斯湾战争有四辆 它是无意中被打到 被打到了以后 它还能飞回去 但你注意这飞行员 它平稳的飞行 让这架飞机要顺利降落 对 就是说这架飞机太好了 你看那飞机伤成这样子还能降落 各位看一下 全身都是弹孔 它被机枪打中 它被机枪打中 甚至于你油箱打中 它也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为它四个油箱都是分离的 所以完全都不会被摧毁掉 对 它除了不会被摧毁掉以外 它的油箱有自动灭火设施 所以一旦当这个东西它退役以后 我们来看俄罗斯的导弹列车出现了 俄罗斯导弹的天敌是什么 是什么 就是S 就是那个油猪 对 因为油猪0.7马克 它要打战车 比打这种导弹列车还要来得快 况且卫星侦测它不容易 如果S一旦侦测的话 可以马上把它给打掉 况且 但是普丁在这个时候 却要启动导弹列车了 他说当你S退役的 我的天敌没有的时候 对不起 我导弹列车可以启动 启动各位晓不晓得 它一旦启动的话 9900公里长的一些铁路的意思 不要用